本地白米过去15年维持美工间二令吉60仙的顶价 是邻国当中最低的标价 近来还出现产量减少的缺口 厂商坦言气候因素导致稻米产量连续三个季度持续下跌 是本地白米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 马来人米粮生产商协会总秘书穆孙纳夫 接受国语报章美日新闻访问时指出 从去年到现在本地白米供应量少了足足一成 部分原因也包括有批发商榆木混珠 将本地米标签换成进口米从中牟利 不过穆孙纳夫否认由厂商私自囤货 隐瞒库存导致供应短缺 此外国内有些农耕地被用作其他用途 也是米粮短缺的原因之一 州政府受促及时介入解决土地问题 你不过坎盖远依模仿 你不过坎盖花 里面可能属于是农耳事 我一定会懂得学购言